老师也说了,说是他儿子给他打那个蚊子药啊,是侄子呀,给他打蚊子药, 他这回说的是去静王院的时候,估计人家那儿是给树消毒或者室内消毒,估计有那个味儿,他受不了。 由此我们推断,老人现在所认为的药的味道,很有可能是那个时候遗留在记忆里的味道。 正是因为这个味道,让老人每天不得不把被子全部都洗了。 出去的时候,看他晾被子呢,跟他打过一声招呼,然后晾被子呢,我洗的被子,拖着那个好湿的被子,拖出来,在桥桥那儿那儿。 把整个被子都洗了,嗯,外外的被罩卸了,就光里边的那个,光洗里边的芯儿。 每天王奶奶洗完被子后,就把他们装进这个小车内,拉着这些被子去到大街上或是别的邻居家晾干。 总之,就是不能在自己家里放着。 我是不是已经没两肝就盖上了,然后虽然表面干了,然后过来那不是反潮吗,又潮过来了,是不是? 不是,就是咋,咋要没咋吃呢? 现在张力成了王奶奶在这个村子里唯一信任的人,当我们第二次去到王奶奶家采访的时候,她已经搬到了张力上班的药店去住了。 哦,把被子,这是昨天带来的被子。 嗯,她告诉我,她今天再带一个床,我说,行。 哦,那这这够的事,你挖掉的了? 待会儿挡在枕这儿,晚上我给个儿收拾了。 她自己在这儿睡,您不带着枕? 我在那儿,我在那床上,我让她在那床上睡,她不带。 哦,您在这个房,有灯吗这个? 嗯,嗯。 平时您回家睡,是吧? 一般我也在这儿睡,因为我看电了。 哦,一般你也在这儿睡? 对,对,对。 哦,我说,您在床上睡,我在这儿休会一休,那行吗? 我说,那那那那不行,晚上起了三四次。 一晚上? 嗯,起来干啥? 她起来,她说有人,她说我那绰号没给挡,怎么办,她说晚上有人。 她说,那明天,我说我明天带窗帘了,我说行,带窗帘,她怕晾了,三四点钟嘛,要睡得挺香的,她也睡得挺香的。 张丽因为工作来到这个村庄,作为一个和老人非亲非故的药店售货员,她为什么还要每天忙完自己的工作外,再操心一个和自己毫无相关的老人的生活呢? 都知道说你继续帮她,这肯定是一个特别麻烦的事。 没有为什么,我想说,别太帮她了。 为什么呢? 我想说,因为我感觉人活了就不容易。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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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